驚險直擊 先來看到的是高雄消防局 狼救護車26號深夜 載運傷患送醫途中 行進奇山區 跟一輛左轉的轎車 發生了碰撞 最終救人的反被救 這起事故 總共造成了4個人受傷 而另外在燕潮區 則是有一引車轉彎的時候 捆綁貨物的繩索 疑似斷裂 導致載運的木板裝 瞬間掉落 當場壓倒一旁 三名騎士 救護車鳴笛直勤 才通過路口 卻跟一部轉彎車輛 發生碰撞 撞擊力道猛烈 車殼零件飛散 兩部車撞擊後 一路滑行入中央 聽見巨大聲響 附近民眾前來關心 而救護車內傷患 則驚魂未定 一天中車禍 只喊佛祖保佑 傷患萬萬沒想到 車禍受傷後 送醫途中再碰上車禍 事發在26號深夜 高雄騎山區中華路 當時消防局 納馬下分隊救護車 載著車禍傷患 送醫途中 撞上疑似胃裡讓轎車 最終救人返被救 整起事故造成死人受傷 中方均無酒駕 而另外在岡山區 則有一影車在轉彎時 所載運的木板樁掉落 當場雜中騎士 一影車又轉到一半 車頭載運的木板樁 突然掉落 大輛木板樁 不遍不已雜中 停等紅燈的騎士 回想遭產壓驚險瞬間 人形有餘悸 沒啦不及散啊 很嚴重它很痛 事發在28號中午 燕潮區鳳東路 當時周姓司機開著載滿木板樁的 一影車 疑似捆綁貨物的神獸 不慎斷裂 導致車輛轉彎時 木板樁滑落 不遍不已押到三名 停等紅燈騎士 所姓均無大礙 對周南置單舉發 並責令改正 或禁止通行 據了解貨物滑落 最高可罰駕駛 1萬8千元 但倘若釀出人命 可不是罰錢 就能了事 借我幫人家撿紅燮 高雄報導